民众们在中秋在烘米时吃了没负担 既比便宜营用素的建议大家 在烘米时可以坚持多元量的食材 用鸡腿肉或海鲜肉来代替肥肉 和像香菇丽丁菜色作为价 可以增加水分和豆丸的口味 吃了健康和欢喜 民众在中秋烘米时如何能吃了没负担和油车 既比便宜营用素的基础 五花肉、牛小排、盐鱼、培根都是高油脂实质 一旦经过高温火团烘队 容易参新炳熙榴安自来物 民众建议该用烤盆和喀世露出大火团 也是用饼包食来计理实物价格的风险 我们都会选用一些三层肉类 或是一些香肠这些高脂的肉品 建议的话就是先选用一些低脂肉类去代替 像是一些猪里鸡肉厚片或是一些鸡柳 旭比的鸡腿肉 或是一些海鮮也是屬於低脂肉類 那如果有一些朋友擔心 這些低脂肉類烤起來就是會很乾彩 那我們建議可以先烤前 先用鹽水醃製兩個小時以上 其實這樣烤出來的肉類也是很軟嫩的 另外在鹽肉可以調出來低熱量的實材 依利雞肉、雞腿肉、海鮮類來出台有花肉 依利多吃素材的攝取量 建議在烤肉串丁麵 加上香菇、柴椒、青蔥、辛鮑菇 以及肉麵包、生菜這位家 可以添加水分和豆串的口味 一個餐盤來看的話 一半、火一半 那這邊二的部分就是蔬菜類 那最後這兩個一比一就是肉類跟主食類 那肉類當然就是一些豬里肌肉片、海鮮 這些就屬於蛋白質的肉類 那在主食類的這一部分就是屬於烤玉米 或是烤地瓜這類的主食類 那這樣搭配下來其實也是 可以讓自己吃的飽有健康 對於萬幸一般的民眾 營養素材要注意低脂 低鈴、低熱量 它使用市民最賣的烤肉醬 最好加在白昆水稀釋 也可以用醬油、蒜泥、薑、蔥、花 搭配山仔、鳳梨、油仔、丁水和泥 只能製作烤肉醬來減輕鬆的攝取量 在中处含肉也可以讓身體吃得沒負擔 記者,肖建委應空窟 才用補兜 在中央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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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